不是说我们把人分等级 可是有一些女生 她也是习惯收到比较高档的礼物 可能这个旅游 不管是去意大利去日本 还是去韩国 对她来说好像是很常见的事情 或者是说她收到名牌包 她也觉得是像我们收到 其他的什么Balas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难就是说 对我有这款Balas 对啊 我们可能都收到Balas 可是人家都收到名牌包嘛 那所以我们很 就女生其实也有分等级 就像我同样是22岁的时候的大学室友 我们她送她的男朋友一件毛衣 大学生那个时候一件毛衣很合理嘛 可是你知道她男朋友送她什么 她送她四支原子笔 不对价关系 女生在收到东西 有人就是收到名贵的东西 因为那个男生觉得 如果我不送她名贵的东西 好像就称不上她的价值 或是你看她平常在用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送她的东西就相对应比较高档 那如果说我这个女生 女的送很高级的毛衣给男的 也不高级就一般 对大学生负担得起 那男的送她四支原子笔 四支原子笔 玉兔吗 物食 可能是她买一把 然后其中抽出四支给她 而且那是 好扎劲 而且那是情人节交换礼物 所以你说 情人节交换礼物 她在考验她的真实 SKB 她不是一个王瓶拿的吧 都有可能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一个女生会被送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也很难被界定 这个女生她 大家也许认为她是大和拜金女 可是也许她 你看她可能周遭交往的男生 都送她这样 所以她也忘记了 她不应该收人家那么贵重的东西 而没有给予回馈 谢谢大家